才能夠讓一個人生命 可以比較有效的達到改變的效果 那我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三個主題 這三個主題 第一個 我要來跟大家談的秘密到底是什麼 那第二個 我要來談症狀比例三 我要來告訴大家 要提高緩度來思考事情 當你了解這個結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改變命運比你想像中的容易很多 然後講話的速度都像現在一樣快 所以大家要注意哦 要關心什麼事 OK 來 一般 絕大部分的課程 絕大部分的課程都是希望幫助你 帶著你 提高你才看在事情的高度 那因為當我們能夠提高我們看事情的高度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很多事情裡面 可以看到每個事件 可以為我們帶來的意義跟價值 對吧 來 各位分享有沒有聽錯過 所有事情的發聲 都有它神聖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有聽過嗎 有 有沒有聽錯過 所有事情的發聲都有其原因 而且都有注意我 有聽過嗎 有 OK 這個就是站在提高更高的高度 我們來看生命當中的每個事件 你會發現每個事件 可以為我們看來 帶來毫不外的很多的意義跟價值 但是 你會發現 站在比較高的高度看事件 沒有錯 好像可以幫我們看到很多事情 都會帶來意義跟價值 可是你會發現 好像解決不了問題 那我們今天很不一樣 我們要帶著大家提高緯度來看生命 當你能夠提高緯度來看生命 你會發現原來生命比你想像中容易多了 OK 所以這是我們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今天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我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播一些內容 是截至於我現在目前在全台灣辦的一堂課程 這堂課程是八個半小時 那我要用一半小時的時間 把比較重要的幾個概念要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堂課 開課到現在已經三年多的時間了 這三年多來 在台灣 北中南道路堂課 然後這三年多來 有超過三百多位 癌症第三期 第四期 甚至於癌症末期的家人 他們的癌症 癌腫瘤3公分 5公分 11公分 28公分 最大的22公分 他們的癌腫瘤可以在三天五天 三個禮拜 五個禮拜以後 消失不見 或許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的吧 因為不可思議的是 因為他圍滿物質界的遊戲規則 根據李士誠教授告訴我們 來 李士誠教授是誰 請來教授 牌護理學的權位 他告訴我們 他告訴我們 我們一般所熟知的 所謂的能量無敵力 所謂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只在生命本地 遊戲規則反死而已 4.3.16根就沒有作用力 反作用力 也沒有所謂的能量無敵力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你 有確信員來探索一小部分 那個不可思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好吧 我最近在台灣也有人上課 一個辛苦的家人 他肚子有22公分的脂肪肌瘤 打個半個 你照我手打開23公分 結果他上完課之後 隔天22公分的脂肪肌瘤 就消失不見了 你可能會覺得很嚇到 我們有個家人 媽媽86歲 老名痴呆 已經超過三年完全不認識人了 後來他上課之後 你知道嗎 他用我教的方式幫助他媽媽 他媽媽4點之內 完全恢復正常 我們過去這半時間 也有非常多的家人 可能努力了一二十年 然後希望他的經濟也能夠得到寬裕 但是努力了一二十年 發現錢開始衝不下來 後來也因為 接下來我跟他 這幾個比較重要的理解的明白 他們生意產生了很棒的轉變 還有咧 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很希望 幸福美麥 對吧 那很多人 在最幸福美麥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常常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難過人的心是罷子 我們用心對談 對方有一天 總會感受到我們 有沒有聽過那一項概念 我們難度有個家人 他嫁給他老公十幾年 他老公對他太多被人找到 從來沒有給過他錢 他婆婆對他太多也很糟糕 他是一個佛教人 他就有這個想法 難為心幾八十 我們用心對台 對方有一天總會感受到 來各位這樣 這次連續續在配人好不好 這個世界上沒有做動笑 那待會有一個人會分享 那你如何讓你的生命成成 結構性的論變 後來他因為今天這個課程的理解明白 然後他用了一些簡單的操作方法 待會到家看到了不一樣的婆婆 看到不一樣的先生 然後他到底明白了先生 這是我接下來跟大家做分享的 那這三月半也因為這檔課程 讓很多人身免產生非常結構性的轉變 所以在中國大陸 有一個號稱中國界教育界奧斯卡獎 叫中國企業教育擺牆 然後他也特地邀請我到中國大陸去 為來自全中國一千多位教育精英 還有來自全中國五百多位企業大學校長 發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條理論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進入主題 要來跟大家談談這三個主題 這三個主題的理解更明白 我最後會告訴大家 你要如何改變你的生命結構 我們都知道要有喜 對吧 可是嘴巴講要有信心 你的內在到底有沒有信心 欸 欸 先忘記 OK 來 接下來我們來 命運到底是什麼 OK 來 講到命運 講到命運 我們都知道命運掌握自己是抽離的吧 你有發現我們喊過這句話 喊過不要多次了 可是我們想想我們成績何時 掌握過自己的命運 你有發現 我們到不都隨意不轉比較多 有沒有發現 好像齁 OK 好 來 講到命運到底是什麼 來 問大家介紹吧 各位講 你覺得一個人遇到一件事情 或正向思考 或互相思考 是誰確定的 自己 自己 OK 好 我再問他們 第二個問題好不好 你覺得一個男人會外遇 是他確定的嗎 我確定的 欸 怎麼又是又不是 各位家好 告訴你一件事 我幫7000多個人批過命運 我幫2萬多個人很多怪 各位家好 我告訴你一件事 一個人遇到一件事 有正向思考或互相思考 那是算得出來的 我用這種方式批一個人命運 一個男人什麼時候會有外遇 外遇對他怎麼認識的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那全部都承認出來 OK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很有趣的東西 到底命運是什麼 好不好 OK 好 來 講到命運 就像我們講到 新疆目前有一個非常 非常鮮進一個技術叫DNA技術叫做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講的 Discourie頻道 曾經在8年半前 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報導日本在DNA天上 一個很大的突破性的發現 簡單來說 8年多前 日本人 8年一台機器 你知道那台機器有什麼厲害嗎 然後簡單舉個例子 譬如說前面這一位大姐 我幫你一根頭髮 寄到日本去 日本來的機器分析頭髮DNA資料 它可以知道你從小到大所發生的事 它可以算出你人生未來即將 它會受診 它可以算出你累積的事 你來發生什麼事 它可以算出你爸爸媽媽 你阿公阿祖媽媽的個性 它可以算出你泰州公園 兵州台北的DNA 營鋼腸性軟跳舞的祝賛 你有沒有覺得事情 來 各位想要告訴你介紹 現在的DNA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DNA的每一個鏈結 也是有100多萬的意識單位所構成的 它比較龐大的電腦紀錄 它紀錄我們從小到大得累積來 跟我們的祖先 在祂生命當中所有的生命經驗 那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有很多很棒的系統 在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想有兩個系統 可能很多人都還蠻熟悉的 來 有沒有聽過催眠治療 催眠治療 是不是這樣躺在一個舒舒服的上方上 然後催眠師透過音樂 然後透過什麼 透過語言的帶動 然後讓你記錄出你的狀態 你就可以記錄顯示 怎麼辦 那為什麼 因為DNA裡面本來就記錄了 累積累積之後的資料 那還有另外一份很大的系統 也是幫助很多人 解決生命的問題 比如說一個女生 怎麼認識 認識都是渣男 然後你覺得這都會學得怪嗎 我跟你講心學得怪的 我曾經遇過有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結婚的時候 老公家暴談 後來家暴申請離婚 成功了 後來認識了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沒有結婚 但是不久那個男生又打他 然後後來認識第三個男生 第三個男生呢 又不久又打他 但是第四個男生又打他 他哭著跟我說 蔡老師 我只是想要找到一個不會打我的男人 有這麼困難嗎 我就跟他講說我非常困難 你下一個男人一樣一定會做 那沒有為什麼 因為DNA裡面有這個城市 後來他可能跑去了做了家族排練 然後他去做家族排練之後發現 他為什麼認識的就是這樣的障礙 那為什麼這樣子排練可以開出這個東西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DNA裡面本來就記錄了 由你開始往上離上 你所有家族身當中曾經歷過的經驗 那我們講到命運是會想到八字對吧 來以前是不是很多人認為八字是同肌群 但是各位想要我告訴你 八字不是同肌群 八字是19月亮部星 這四顆星球的下個位置所形成的參數 這四顆星球的下個位置會決定 你在出生的哪裡是怎樣 你出生的那個時間 會不會有個時間 會不會有個地點 這個時間地點會不會有個時空能量 這個時空能量會決定 你再離開母體而已 你知道嗎 你是在傳承之內 以前也是一個你祖先所有的生命經驗 有哪些意義會被從深層的語氣共振出來被人寫信 而共振出來的寫信資料 就儲存在於大腦的海外回組織 然後我們剛剛是問了大家有問題 一個人遇到一件事情 會正向思考 互相思考 是誰決定這次剛剛是不是有問 來 各位想要我問你一件事 當我們聽到別人說 一句話看到一件事 我們會不會有情趣 會不會有想法 我們大腦的掌管情趣 像想要把那種細胞 科學家對人的興奮改興趣 他用偵測貼滿你的學生 他想知道 當我們聽到別人說一句話 看到一件事 我們腎上的細胞到底怎麼承受 後來麥犁科學家發現 當我們聽到說別人說一句話 看到一件事 在我們大腦偵測到的細胞 就在我們的海馬尾 就是幫記憶庫的地方 兩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一秒 傳到心熱座 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秒 傳到我們大腦掌管 情緒跟響管的腦細胞 所以各位想要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我們的情緒不是我們的情緒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的想法 不是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情緒想法 只在投射我們的基增第二資料庫裏面的資料源之外 所以各位 你有發現 人很像一台電視機 這台電視機 這台電視機就是在讀取光鐵變的資料做成面人 而這個光鐵變就是我們DNA資料庫的東西 所以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書 叫做《零極限》 那本書裡面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人生就是記憶的頭頭 來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好不好 今天假設你們叫一台電視機 這台電視機 正在演出一個非常負面的劇情 你非常用心的跟你們建置機裡面那個女主角溝通 你跟他說 其實我跟他說 你體驗面子 你不一定要這樣想 你要想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難道不知道那個男的怎麼騙你 難道不知道那個男的才會真正愛你嗎 你有發現嗎 你這台電視機裡面的女主角 他都沒有在演出 他都沒有在演出 你這樣嗎 你氣息撞沒了 我都沒有相信 人家會說不定 你試用你把電視機打一次 然後重新打一次 然後又跟他溝通一次 發現你也都沒有在演出 他發現你的 兩天我相信 人家一定會說不定 再打一次 結果到達十幾次之後 你就氣息 算了 第二張太成 我會再說 如果你們隔壁有一個阿姨 一天晚上再高總事 你會不會叫那個精神醫院把他搞總 會齁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不是常常在開總事嗎 我們真的在跟他說 這多 不要想太多啦 到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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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下思考 互相思考 不是他決定的 所以各位講 你看科學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科學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一個人之所以會有自私的行為 不是他是一個不好的壞人 一個人會有自私的行為 那是因為 他被空撐住了 在那裡面一定有過很痛苦的 被清飛傷害經驗 所以他遇到很多事情 都習慣生物本能保護自己 甚至又欺瞞別人的利益 來 各位這樣 什麼叫自私 自私就是遇到很多事情 都想自己 考慮自己 保護自己 甚至欺瞞別人 就像一隻狗 從小被屬的內賴 後來這隻狗變成狼狼狗 你有發現喔 你好先拿機器 所以各位這樣 以後 當我們看到一個很自私 不要批評它是個爛人 當你批評它是個爛人的時候 跟你講 你這個批評 一點科學根據都沒有 然後跟你講 什麼叫做 比較有科學根據的說法 比較有科學根據的想法是 當你看到一個很自私 你的想法應該是 哭哩 你總共有十八 哪個計程 哪個發想過什麼事 還沒想到 這就是大家都想到 我沒有想到 想不到這樣也比較有主彼心 想不到這樣 你那時候也比較有科學根據 跟你講 好 跟你講 OK 來 各位這樣 一個人思考之所以很負面 原因很簡單 所以南美工程主要的資料裡面 一定有過很多正經努力 但卻失望失敗的總經 來 什麼叫互相思考 互相思考 就是你跟他說什麼東西 你跟他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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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說 我們做得胖 我們可以賺很多的錢 但我們這樣過很棒的生活 跟各位跟他說什麼 你跟他說這個 成功沒有那麼重要 成功一點點快樂 比較好 要怎麼吃三餐而已 我總會吃到哪裡 各位這樣 你覺得那種難會輸過嗎 當然不會 除非有人能夠把他 DNA資料庫裡面 那個成績努力 在一些失望失敗的頭部裡面 除非那個東西能夠被處理掉 要不然你覺得一個人 互相思考有可能被真相知道嗎 當然不可能 那因為那個思考的方式就不是他決定了 那是記憶的頭是吧 所以有沒有聽過成功學 說我們一件事 成功就是要找對了 做對事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我最記得在十幾年前 有一個世界級的神魔大師 來台灣 他開了唯一的一堂課程 那堂課程價值七千塊 然後我要把握機會 所以我那時候開的時候去到台北 跟那個世界級的成功的大師 講了四個小時的課程 他告訴我們 成功最最重要的關鍵 人對了 事就可以了 有聽過嗎 有 然後上課之後 他告訴你 人對的是才會對 人只要不對 事只會對 然後他在上課的時候 隱隱約約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教育也是沒有用的 那不是這樣嗎 人只要不對 所以 如果你回家 算你兒子的發生 發生你的兒子發生 這輩子不會成功 那基本上 你就不要花錢 教育他了好不好 成功他死了 教育是沒有用的 其實不是啦 因為一般的教育 沒有辦法把他DNA資料 裡面直接努力 但就失望失敗 都可以把他處理掉 這個人互相思考 很難變真相思考 除非那個資料 可以把他處理掉 對吧 所以 今天 如果 我們 遇到一件事情 我們內在 假設有一些 比較負面的神 其實我們都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不容易 相信沒有老實物 肯定是過去式的 或是我們主線 在那個生命過程當中 一定有過曾經 但你會失望失敗的痛苦經驗 那我們應該是 要把這個東西處理掉 而不是在那邊高海 我要相信一定可以 當然相信可以 不會產生 正面的影響 會 但是負面的影響 如果不處理 我跟你講回到家 還是回到原點 對吧 OK 一個人之所以 常常有些財務的問題 原因很簡單 所以它被封正出來 這家屋裡面 有可能是過去式的 或是主線 但是沒有過一些 跟錢有關的痛苦經驗 來這本書有沒有看過 有 有 有錢想的跟你一樣 這本超棒的書 來這本書裡面 有個例子 我發現到近期的 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女生 很會賺錢 很有能力賺錢 也很努力賺錢 可是它人生一直 是從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每次好不容易多賺一些錢 這一錢 就有不同的方式流失 每次好不容易多賺一些錢 這一錢 就有不同的方式流失 他找了所有的專家 顯示他的經驗 來財務市場 但是都沒有辦法解決 他的問題 後來有人跟他說 如果所有的專家 都解決不了 有問題 你要不要趕緊去找人 幫你做催眠 看看你的問題是在哪裡 結果後來他去做催眠的時候 他發現他是一個小朋友 他在小朋友的時候 他父母親待在餐廳 去吃飯 結果父母親在餐廳 為了錢的事吵架 所以簡單來講 在他們DMN資料簿裡面 有一個跟錢有關的通知 來財務家 你有沒有發現這種事件 發生在我們身上 每次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隔壇三萬塊 結果吃起來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結果隔壇兩萬塊 又有錢的料理 又有錢 好不容易一半年 隔壇二十十萬 結果你對社群趕快沒錢 來 大家都是家人 不要客家 這種事件發生在你身上 不會擠下手 跟你講八成 所以當好舉手的家人 你不要覺得你有什麼問題 好不好 只因為過去是你 婚間的祖先 在身邊過來 你要錢的關的 一定有過一些 你所不知道的問題之中 或是上空階的 就是這樣 那我今天 會教大家 你要怎麼處理 可以終結這個問題 那如果沒有終結 你可以找我 幫你終結維持下去吧 OK 好吧 來 一個人是在親愛上 在婚姻方面 其實有過一些問題 比如說來 一個人 假設對親愛 對感情充滿了不信任 那原因很簡單 那是因為在他DNA資料 不容易 可是過去是他 要問他祖先 在身邊過來 然後跟Ivan性相關的 一定有過一些 被 背叛的經驗 所以他會不容易相信 另外一個男子 來 你身邊有沒有一些女生 人家被人家的老公 晚上十點還沒有回到家 結果他老公馬上 被人家回到家 跟他人家回到家 跟他人家回到家 他人家回到家 你的手機 是怎麼這麼緊張 你是怕我看嗎 不然你看看 你看看 你怎麼看 那你覺得這種女生 如果對親愛 充滿了不信任 你覺得她的婚姻會幸福嗎 會 會 其實 說實在的 當一個人會有這樣的狀態 原因很簡單 是他DNA資料 過裡面有可能是過去式 然後主下生過程 一定有過一些 跟愛跟心恩相關的 一定有過一些 被被判的痛苦之間 其實我們應該做的 不是告訴他心恩 我們要做的事 我們應該找一些方法 把他DNA資料 裡面曾經有過 被被判的痛苦之間 把他給處理掉 要不然的話 第一次加入正向思考 其實對他的生命是沒有幫助 這樣OK嗎 OK喔 來 了解這東西要幹嘛 我剛剛講的 全部都是科學 了解這東西 你會發現喔 我們對人會多了很多的艱難 對人會多了很多的慈悲 然後少了很多的批判 對吧 以前我們看到一個男人 明明很缺錢 又鋪你賺錢 還有辦法拿出勇氣 叫老婆為娘家借錢 我們以前的下巴是什麼 老婆 真的鋪你手 真的鋪你手 被捕到誰 去鋪你手 來會不會 當我們對細胞治療 解的時候 我們晚間發現 原來我們這樣的批判 一點科學科技都沒有 所以事故 下一次我們看到一個男人 明明很缺錢 又鋪你賺錢 還有辦法拿得出勇氣 叫老婆回娘借錢 嘿我老婆 我們這樣 那個要放下多少至尊 不是嗎 可能是過去世的 他復章的祖先 在生命過程 一定有過很多曾經努力 但卻失望失敗的痛苦經驗 不是嗎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 讓你路來路逐病 而且我們這個想法 可以比較科學更衷 是吧 OK 好來 兩者這東西還有更方的好處 放下這兩次就很容易做到 因為當你跟一個人之間有衝突的時候 你會知道 跟你有衝突的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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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湛龍 我說 蔡老師我還如何學會放下 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要學會放下 你一定要更執著 那有人跟我說 蔡老師我還如何做到放下 如果你想那些假的 我把他拿起來 不就不用放下了嗎 如果不覺得 你就會吵架 你覺得我今天還要學會放下嗎 來 各位我問你們 如果你們不覺得別人不對理對 你還要學會快速嗎 你要換出誰 你覺得別人不對理對 你想換出就是你覺得別人不對理對 不是嗎 所以你現在有很大的固體 就是你覺得別人不對理對 所以當一個人 做出一個我們所認為不對的事情 其實我們要有的理解 不是去克制答案 要有的明白 為什麼他要做這樣的事 一定在基督庫裡面 一定有威脅 我們總不知道他的經驗 那我們應該要做的 應該是搞那個資料 不可以處理掉 要不然你會發現 這個人的順便還是會改變 OK嗎 那了解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讓你重新思考 這麼多年來我們所選的一些 所謂的正向思考教育 好像還不太重要 來 這是天下才是書館的新書 你知道嗎 現在有越來越多年新科學的書 包括最新行為的科學書 告訴我們一件事 我們以前所選的一些所謂的正向思考 轉念啊 那些東西 其實書實在有 它比較像西藥的抗生素 沒有錯 沒有錯 它可以短暫止痛 但是它解決不了你的健康的問題 我曾經看過三本國外的翻譯書 那三本國外的翻譯書 都是開悟級的大師寫的 他說 小心運用你的正向思考 如果你對生命不夠理解 不夠明白 那些正向思考 書一定對你來講 生命是會夠的 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以前用了哪些抗生素跟雷過準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OK 我們來介紹一個很好用的抗生素好不好 就是 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告訴我 沒有關係 所有的不能跟挫折 都是我們邁向成功的 墊甲石 好不好用 好用喔 好用喔 可不可以短暫止痛 好像可以喔 但是書實在抗生素 各位會傷身體喔 OK 那我們來介紹一個很好用的淚過程 好不好 OK 就是當有一些人 對我們說一些話 做一些事 讓我們覺得難過的時候 我們告訴自己 我們要感謝對我們好的人 因為我們合得和能 但是我們人生最需要感謝 是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因為那些人都是上天死雷過準 來幫助我們生命成就的善知識 那些都是我們的內心抗殺 好不好用 超好用的齁 這是一點很好用的雷過用 可不可以有效止痛 好像可以齁 可是你會發現沒有錯了 有效止痛 但是你有發現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來 我們再來看看這張圖 來 這張圖 有沒有看過 有齁 有齁 你知道嗎 很危險 第一次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就覺得怪怪 你明明是一隻貓 你認為你是獅子 跑去六鐘 對你有什麼好處 各位 如果我們看不起 告訴你不行 希望不要相信 你要相信你是可以的 如果你練家的小偶 我相信告訴你自己不見 你也絕對要不要相信你練家的小偶 你要相信你是可以的 彼得路撒克告訴你 一個信心大愛死的 而且自信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如果你都不相信你成功 你覺得你會成功嗎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也相信你會成功 你是不是一把手擠下來 我決定 YES 各位這樣 這些東西都是很棒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都電視到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你內在 那種不相信你成功 缺乏自信那個東西被處理掉 這個東西才對你是加分的 如果你內在 那種抗拒設計 你內在不相信你會成功的那個東西 沒有處理掉 這些東西對你的生命就是扣本 這樣OK嗎 所以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談談 你要如何讓這些東西 其實對你是加分 不是扣本 好不好 OK 好啦 那我們總是要把原理很清楚吧 總是要把原理講清楚吧 我今天講的都會有原理 來 什麼叫做這樣思考 什麼叫做那樣 就物理原理來說 今天假設我們聽到別人說 你希望他樂趣是 別人對我們做一些事 讓你覺得很傷心很難過 那我問你 就物理原理來講 是不是外在的情境 去共振到你的DNA資料庫裡面 有可能是過去一次的 你問你的主線生物後 並有過一些 痛苦經驗 等等 我們討論增加護能量 好不好 這個護能量是被共振出來 對吧 所謂的真相思考很簡單 就是教你 教你找一個所謂的真相強法 要來忽略它的存在 然後甚至告訴你 我怎麼可以這樣想 這個能量是被人要回去了 那我問你 這個能量還在不在 還在 所以如果你沒有處理 你內在那個負面的東西 而只是很準的 還是單純的 用這些真相的行為 去面對你人生遇到的困境的話 你會發現你人生會出現殘酷的問題 來第一個 這些被有負責壓抑 甚至於這些人 要一直與相同的事情 或類似的事情 一直不斷重複發生 對吧 因為他還在 第二 當一個人不太能夠接受別人 你會發現這個人 慢慢的也不太能夠接受別人 你會發現這個人 你會發現這個人 所以他的分別執著越來越長 吃這個人越來越長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的 你有沒有發現 那些人 書讀多的人 你會發現 以前還沒有學 我還沒有讀經典之前 以前還沒有學 還沒有讀經典之前 看著人家得癌症 好可憐 學了十年人工 讀了十年的經典 看著人家得癌症 還有 那就是業障病 那就是人家 這樣 所以我發現分別執著 越來越想 慈悲跟他越來越少 尼泊越來越來越 那是這樣我沒聽 有可能太多 我就是這樣跟你講 是不是這樣 來 各位這樣 當你常常要在那間裡 去補病 你共振出來那些 滅命的能量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跟自己的內在 產生脫離 你的身心是會失衡 然後跟你們說 台中有一個中醫聯合 讀書會 一共有28個中醫師 他們都借40至50至50歲之間 等於是信誕的中醫師 我認識非常多的中醫師 我曾經有二十幾個中醫師 八個精神科醫師 還有七八個 七一的 我曾經這樣做一下 一起研討的一件事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醫學越來越發 營養醫學越來越發 保健專事 保健知識越來越好 但是為什麼現在的人 急病越來越多 你有發現 越來越乾淨 現在越來越乾淨 現在越大階段 你有發現多可能 然後你有發現 身心科診所越來越多 對 好相同喔 你有發現現在癌症越來越多 來說一下 癌症跟什麼要怪 環境很濃朧 精致也一直都 空氣無燃 癌症有沒有跟這些東西有關 有 跟營養當然有關係 跟現在師傅跟以前 不一樣都有關係 不是嗎 可是會這樣 癌症成長的速度 不應該這麼快 就算我們飲食器官的改變 其實他一定有差 但是不應該這麼快 我直接跟他平面一群呢 一起做一下研討的警示 為什麼 這些人啊 保健管理越來越好 為什麼現在癌症成長速度 越來越快 其實我們做出一個 很大的一個結論 是因為我們現在 不管是資訊也好 很多東西很發達 我們充斥了太多太多 正向的概念 正能量的東西 這些正向的概念 正能量的東西 數字在什麼 讓我們越來越忽略 因為我們DNA資料庫裡面 曾經有過的不能量 所以它是造成一個 很大的問題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好不好 醫學告訴我們什麼 醫學告訴我們 其實是癌細胞是什麼 來 癌細胞齁 是一個健康 但是不正常的細胞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癌症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的癌細胞 我們的癌細胞 越來越去愛了 OK 來 有沒有聽說過 癌是癌癌症最快的功能嗎 你剛剛聽過齁 我們來思考一下 癌症癌症正常細胞 癌症不一樣好不好 癌細胞就是健康 對不起 癌細胞就是健康 但是正常的細胞 癌細胞 健康正常的細胞是怎麼樣 是不是細胞會新生 新生是不是成熟 成熟之後是不是會分裂 正常的細胞 實際要經過這樣子 那癌細胞是不一樣 癌細胞最大的不同是 先生成熟就馬上被裂 我們用人來代表好了 來 什麼樣的人叫健康正常的人 什麼叫健康不正常的人 所謂健康正常的人 所謂健康正常的人 對一個國家 對一個社會 對一個家庭來說 所謂健康正常的人 就是20歲以前學習 20歲出社會 然後幾過8年 幾過幾年的時間 在社會上磨練 培養賺錢能力 健全能格 負責人的心 30歲結婚 結婚生兩個 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子 來 我問你一個家庭 一個社會會不會很平安 會很平安 會很平安對吧 因為生出來都有人講到 那個叫健康正常的人 那什麼叫做健康不正常的人 所謂健康不正常的人 所謂健康不正常的人 就是16歲就結婚生小孩 來 他有能力要強嗎 沒有能力要強 而且一生生五個 然後五個生出來之後 一樣16歲就生小孩 一生生五個 所以如果你真的對醫學有概念 癌細胞是什麼 癌細胞是不分裂的細胞 簡單來講 一般細胞 新生成熟分裂 必須要經過這個階段 但是它新生成熟馬上分裂 那我來思考一件事 為什麼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 會這麼早就結婚 然後結婚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很簡單 是因為他內在缺乏愛 所以當一個人內在缺乏愛 他以後長大成熟之後 所謂成熟 長大成熟就是16歲以後 他會因為荷爾蒙作用 會因為愛的潰拔 就會很早跟疫情發生激關係 所以很容易找回 所以我跟你講 癌細胞就是一個缺愛的細胞 所以當我們遇到一些事情 我們很難過覺得很痛 覺得很受傷 你一直用 單純只是用正向的思維 來去忽略他 你會讓你爹的資料更久 我們來解釋一下 那例子好了 今天假設你 有個小孩過全面積 在學校被冤枉受盡了委屈 然後還被人家媳婦哭得不死這樣 然後回到家 哭著跟你說 媽媽我在學校準備委屈 就怎麼被人欺負這樣 你這個媽媽 竟然沒有蹲下來抱抱她 而跟她坐下來跟她開檢查會 你有沒有想過別人 為什麼我這樣會幹 然後跟她講 你應該正向思考 然後跟她講 你小孩10個月她好高興 她內在會對她有更大的會法 所以你知道嗎 我跟那些醫生 研究的時候發現 然後跟你們說 其實現在還是因為有一個多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我們太習慣用一些 很多正向念頭 其實否定我們第二天的資料 過去面的成績有過 受傷和呼吸 那待會我會教大家 應該怎麼處理才是對的 你知道嗎 OK 所以我們來就一件事喔 如果我們遇到一些事情 覺得難過覺得很痛 覺得很受傷 如果不是用這些正向的概念 來輕鬆的面對它 然後反正都會忽略過去的話 那我們來教大家 應該怎麼辦好不好 然後跟大家應該做什麼話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談第二個主題 叫做振動引力 聽說昨天老師也有在談 振動引力吧 OK 過去國師他有超過百萬筆的科學數據 然後他把我們的整動頻率 分成一到一千 那一到一千包括什麼 包括啊七百是開 一千是成佛 兩百是永期跟能力 這兩百是中性的 兩百以下頻率越低 你的運勢越差 健康越差 兩百以上 頻率越高 你的運勢就越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百之外還有什麼 三百一十幾個樂觀 所以各位家 你有發現 當我們充滿了正能量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吸引創造一些 你本來命中注定 裡面沒有的東西 對啦齁 但是我跟你們說 這個積極樂觀 不是你跟朋友去唱歌音樂 很開心那個喔 這個積極樂觀 也不是我們才一個活到很嗨的人喔 那個積極樂觀 是你閒來沒事幹 你還能夠由內而外產生的正能耶 有沒有可以 剛剛很簡單喔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四百就是理性的堅囊 五百叫做磁的一個牌 來接下來 我要來跟大家講 當你遇到一件事情 你很難過很痛苦很受傷的時候 當你想起一件事情 當你覺得悶悶的時候 甚至於當你比較上課的時候 提早講實在講 我也覺得真的很棒 但是你內在去了個負面的 隱隱約約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辦 來教大家應該怎麼辦 當我們遇到一些事情 如果我們使用這些真相的概念 很單純的去面對它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出來 我們來看看 如何應用在自己身上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如何應用在自己身上 來各位 我們來研究一些事喔 當我們遇到一件事情 覺得很難過 覺得很痛苦 覺得很受傷 就物理原因來說 是不是外在的情境 把你DNA資料過裡面 有可能過去四年 或是主線成績有過的痛苦經驗 這個人要是被控制出來了 是 來 有沒有人遇到一些事情 難過很痛苦很受傷的時候 總是把所有的錯 歸咎在別人身上 自己都沒有錯 有 有 有沒有遇到這樣 有 我們看到這種農會很痛的嗎 會 你知道嗎 當一個人把所有的錯 歸咎在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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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 事實 來 我問你喔 我們是不是農曆西洋剛過去 農曆西洋是不是很多 他問問有鬼會幫他放出來 你們知道他問有鬼的歷史都長嗎 30 所以他是不是比過有鬼稍微好一點呢 他的作為好嗎 不會 但是咧 有一些人不會這樣 有一些人遇到錯的事情 覺得很難過覺得很痛苦 覺得很受傷的時候 他不會把錯會揪在別人身上 他會反過來檢討自己 他相信你所有的錯 都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 你知道 當他會檢討自己 認為錯會一定從自己身上而出的 知道這個人 賓律師都是什麼 不是 所以科學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寧可把錯會揪在別人身上 就決定不要把錯會揪在自己身上 好 來喔 我跟你講啦 錯會揪在別人上事實 你只是比顧問也會好一點而已啊 所以我各位就在事實身上 沒有錯了 會不會來更提到骰子不好 我們來結束好不好 我們回到物理原理喔 今天假設我遇到一件事很難過 很痛苦很頭髒 是不是外在的情境 把我的DNA資料不原本的事 過去是我的主線 成績我的痛苦經驗 這個能量是被共振出來的 被共振出來 不管你是2、3、4、4、4、5、10都一樣 都是很低的地平不是嗎 然後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如果我能夠趁這個時候 把構振出來這個地平能量 把他給強調 那以後這種事情是不是就不會再發生了 邏輯上是這樣嗎 對不對 OK 來 我們回到物理原理好不好 物理原理 今天假設 你有一個低頻能量 來 我問你 你要如何讓共振主管 那個負面的低頻能量消失不見 拿電風扇吹吹吹嗎 當然不是啊 物理原理就告訴我們 如果你有一個低頻能量 你要如何讓低頻能量消失不見 他簡單只要給他一個高頻能量 高低是不是就消失不見了 然後我問大家一件事喔 今天假設你遇到一件事 難過很痛苦很受傷 你內在那個低頻能量 不能要痛快被控制出來的時候 我問你 你現在3、4、4、5、10 這個低頻能量 你有辦法用什麼方式 讓自己拉高 變成由內而外的正能量嗎 如果你能夠做得到 就代表你應該要去看醫生 應該 你應該有精神分裂症 因為這兩個東西不會同時存在 好不好 OK 我來教大家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可以讓我們在這個當下 把頻率拉高到400到500 然後把那個忍耐給中文量 我來教大家 非常簡單的方法好不好 好 來 各位這樣 給大家一個建議 接下來 今天晚上睡覺一起 我希望你把這三句話 回家之後 像被九九懲罰表一樣 把你背到我滑爛的手在裡面 然後教大家 這三句話 足以把你的頻率 拉高到400到500 來這三句話 是這樣子 為什麼我遇到這樣一時 為什麼我遇到這樣一時 我會有這麼負面的情緒在想法 想必是 過去世的 或者是我的竹籤 在他們身邊過 地納過一些 我手不知道的傷空間 其實這三句話 你跑完之後 你的頻率就拉到400多 這400多的頻率 就可以把你剛 共振出來 不能讓你把它點裝不掉 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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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這三句話 念出來 感覺還不夠到位 沒關係 你可以參加後面接近 你可以起序 十倍大的火 或善體 都可以 請你用十倍的愛 來疼惜療癒 我的過去是 我所協在生命當中 曾經有過的傷痛癌 這個你可以額外加 那如果你不額外加 這個上面這句話 你的頻率 就可以拉高到400多 就可以把他共振出來 不能讓他給中國調整 你就會發現 來注意你會發現 以前 當我們遇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難過痛苦無阻 是不是一百 然後這種事情呢 每個月不定都發生一次 以前呢 我們面對這種挫折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總是雙手同時 感謝上天之非 撥轉這樣的善知識給我 我跟你們說 上天都有聽到你的感謝 所以你有發現 他都一直持續撥轉善知識給你 每個月都無力發生一次 你下次遇到這種狀況 不要再這樣好不好 你下次遇到這種狀況 你就不用感恩了 你只要起一個念頭 唉 為什麼我遇到這樣的事 為什麼遇到這樣的事 我這麼不媚的情緒想法 小意思過去是 我祖家曾經過到 一定有過一些 我所不知道的事 當你跑完這樣的時候 你的培率達到二四百多 你就把那工程出來 不能給綜合掉了 你就會發現喔 以前這種事情 每個月都發生一次 每個月發生一次 每個月發生一次 你都提醒了 但是當你用這樣的操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下一次發生怎麼是 三個月之後的事 那你感覺 只要沒有那麼強烈 你在操作一次 下一次怎麼是 一年之後的事 在之後怎麼不發生呢 那沒有為什麼 因為每次出來 就被你這三句話 給處理掉了 這叫用在自己身上 來 各位向我告訴你 剛剛有舉手的 我們是不是每次 好不容易都抓一些錢 這一些錢就不用 要去留心 好不容易 可以在上班後 可以跟上班的派遞 對不對 剛剛有舉手的 我跟你們說喔 你們非常努力的 想要改善你的基金的話 學了很多的理財觀念 說實在 你會發現 以前還是沒有留下來 不如回家 睡覺的時候 雙手合許 唉 為什麼我們每次 好不容易都賺一些錢 這些錢就有不同的方式流失 肯定是過去式的我 或者是我的祖先 在我們心裡 剛剛一定有過 很多跟錢 有關的傷痛經驗 其實光是你做這件事情 你做個幾次 你都可以明顯感受到 你錢流失的狀態的改善 這是真的 因為科學不是無關重要 這樣OK嗎 OK了齁 好來 接下來 我來教大家如何用在別人身上 我教你們如果用在別人身上 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 幫別人化解業力的大使 很多人常常都跟我說 蔡老師 發現喔 跟你療癌很特別 我本來不睡的時候 你療癌完天之後 就發現我的療癌在開了 因為我都是用這招在對付他 所以接下來 我來教大家 如何把這三句話 用在別人身上 把這三句話用在別人身上 我來舉個例子好不好 我來舉個例子 我會吃到台北上課 在台北上課之後 有一個活跳的師姐 她就跟我說 她說 金安老師你可不可以請我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我說幫你怎麼忙 她說他們有一個 志工師姐 因為長期不影響 還經濟的問題 以及有非常嚴重的 憂鬱症 躁鬱症 然後已經有 英文的精神和內症 然後你可不可以幫幫這個師姐 那因為這個師姐 她沒有空 她禮拜六 禮拜天都不能出門 她只有禮拜一到禮拜五 然後在他們的人質總部 然後當志工 然後每次一個半小時 她就問我說 蔡老師你可不可以跟師姐聊一聊 或許可以幫她解決她生命的問題 最早可以停止 她一天到晚 折背自己 因為她以前沒有學國之前 都折背別人 平靡事實 學國之後呢 就會折背自己 以前都寫過科技走得掉 結果我事實偏餓死 所以她發現之後 這次一位針照 醫生不太沒有 越來越好 越來越有問題 所以她希望我們 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跟她聊一聊 然後看可不可以 提著她對自己的準備 結果有一天 我就抽了一個call 然後我就到台北去 我在她一區 我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要提著她對自己的準備 提著她對別人的準備 然後你知道嗎 我一個半小時 我要怎麼講我都想好 因為正常來講 這個課要講八個半小時 你有發現我講話速度很快 有齁 有齁 現在講話速度很快 我講一天八個半小時的課 講話速度很快 ok 好來 你有發現 一個半小時時間夠不夠 好像不太多 所以我就在想 我要提醒她對她自己的責備 提醒對別人的責備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用一些 比較好的方法來跟她溝通 是啦齁 我就把我今天 一百張投影片 其中的十二張 把它印出來 我想說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透過那一投影片的說明 說明完之後把投影片給她 然後是不是被打發做得比較大一點 應該是啦齁 所以怎麼騎乘不動呢 我都想到 結果那天呢 我開了車 好不好 各位姐那天我搭高鐵 我去到台北 他們人質總部 他們人質總部在南京東路山段 還有一個國教團體叫胡志林 你知道嗎 胡志林人質總部在台北東京山段 然後他們人質總部只夠五十幾位 然後那天呢 就有一個小會議室 然後就有一個會議室 我就跟那個師姐面對妳 我是不是準備要一個半小時 來跟她送妳一些概念 讓她一直追自己的這杯 一直追別人的這杯對吧 結果準備開口要說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師姐帶著起去講她一件事 來 如果妳是我 妳能怎麼辦 等她講話話話講 然後咧 好不容易講得差不多了 我準備要講了 她要帶著起去講第二件事 她在浪費我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那個師姐交代我 跟她講一件事情 而且我起程轉合都已經想好 而且還花了一千多塊的高鐵瓶 她沒辦法 還只能讓她講 在鼓勵下面 好不容易講得差不多 準備要講呢 她要帶著起去講她第三件事 我那時候就有兩個想法 第一 我想 待會兒就算她把心機起來 第一 我時間也不太夠 第二 第二 我覺得兒童我講 但是我又插話 她心機不下來 是不是笑我不好 可是我高鐵瓦是離開了 那是不是要支援跳架 所以你知道嗎 一個多小時 剩下七十分鐘 那七十分鐘 我只做三種事情了 這三種事情結束 這個人憂鬱症 躁鬱症就好 肩頸僵硬就傷害了 那個師姐在旁邊跟我說 蔡老師你根本就是不愛思靈菩薩 我來講說你誤會 我怎麼會死 我是一般凡凡的人 好不好 我只是知道怎麼做 可以解決她的問題 來接下來 我來教大家如何 用在別人身上 我來告訴你 我做了些什麼好不好 我把物理原理跟你說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有效好不好 來看這裡喔 那七十分鐘 我只做三種事情 第一種事是什麼 第一種事就是 當她沒有講的時候 我就問她問你拿起 來原理很簡單 簡單來講她沒有講 問她問題 她就想我的問題是什麼 我的問題就是 希望她能夠把她 第一天認識掉 問你這樣 負能量 把她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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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十四五十 我問你 我怎麼做 你知道嗎 很單純 我用上句話 讓自己維持在 四百到五百的能力 來各位教我跟你們說 四百到五百的能力 是七十一十能量 這個第一次的高頻能量 就可以把它 咕咕咕 共振出來 不能量把它給中和掉 所以原理是這樣 就簡單 如果 我扒了一支 我扒了一支 你可以看得到磁場的眼鏡 如果你在磁場的話 你就會看到 那個世界 大堆灰色的不能量出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 我用這三句話 讓自己維持在四百五百的高頻 而四百五百的金白色的能量 就會開始綜合它的不能量 然後你就會發現 七十分鐘 有一針 照一針就好了 臉就下開了 來各位教 這個叫做同理性 來各位教我跟你們說 在幾年前 天下雜誌 遠見雜誌 曾經專門把我們談這三句話 就是同理性 同理性不是站在對方非常小 但在對方非常小 像自己的技巧而已 同理性是個非常好用的技術 它可以幫助你解決很多問題 來同理性怎麼運用 很簡單 就是把這三句話用在別人身上 用在別人身上 然後我們講同理性 我們都在講你的家對吧 來各位我們來研究介紹吧 我們在分享健康視頻 你曾經遇過的健康視頻 你跟朋友分享健康視頻 你曾經遇過最負面的百意是什麼 我來舉例好不好 最負面的百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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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說什麼 他跟你說真的 你不要跟他講健康視頻 那健康視頻 以前我都怪的 大家奇怪 說真的 我去吃那個 這樣負面 那我跟你講 當你在詮釋一些事情 遇到非常負面的百意的時候 你都不用去想 要怎麼跟他解釋 你只要起一個片頭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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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縮 ANDR 所以心裡面想 哭了 你中華仔伯咱會吃誰 然後好笑就上面掛起 你知道嗎 光这个理解 就可以让你的频率辣高到500 那你就发现这件事情 这个人的情绪表达 就会产生中断 为什么 因为它共振出来 不能量被四五百人 那可以中的掉了 然后我来试拍一下 今天讲是很样 我拍了一个可以看到能量的眼镜 你看到那一幕 你有看到什么 然后告诉你看到什么 就是他跟我讲今天的视频 我跟他讲这个 你不要跟他讲健康失败 那健康失败 医生冠啊冠啊冠啊 搞奇怪 疯啊神 然后你就会看到 我身上有多分量 咯咯咯咯冒出来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人 心里面就在想 咯咯 你中文要够一百万 或许会上去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的频率辣高到400到500 然后就在中的微分 我跟你讲 人在表达情绪的时候 那个能量 如果没有这样子 顺着一直冒出去 那个在表达情绪的时候 他表达的能力 就会产生中断 怎么中断 然后就在想 当你说 可以了 你中文要找到一段 然后我就可以说明太多 那么就发现了 我开始讲话有点解八了 到来 我 我也不知道 我我也不知道 不是说我们健康失败都没法 但是那樣的地方是不是幾種種 驚死人本來不懂嗎 現在看人家什麼懂嗎 然後妳又 妳又發現她講話開始寫了 啊妳是十三個啊 新婦妳現在看過嗎 很搞定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我在業務會講這一套 超神的 所以那個天價才是有進來之的主編 所以聽聞有這一套人物 專程來操我 把夢可的同意其他 我跟妳講超好用的 我們高雄我家人 她婆婆以前喔 一媽媽媽媽二三十分鐘 來有沒有那個婆婆在媽媳婦這樣子 一媽媽媽一二十分鐘 真的耶 你知道嗎 一媽媽一二十分鐘 她後來上網課之後 她就用這招對付她婆婆 以前呢 都要跟婆婆聽嘴 還跟她婆婆講道理 媽媽媽 妳這樣看我不會送 其實妳的鏡子也很帥啦 妳的鏡子也拍照啦 妳有沒有發現 欸 跟婆婆溝通的幾十年都沒有用 那姑娘就沒用 不是 然後後來她就用這一套跟她婆婆 她婆婆咧 上門的時候她婆婆 看到她那一件事 只要開罵了 然後開罵是氣勢上來的 妳的鏡子也太有透霉了吧 那這三個人是鼻子還沒用 之後就是堅ır啦 她就帶著死給那個人 Bildi 看著她婆婆 豪羞 那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家人在群組裡面分享 他說你根本就不用信老師 還講這三句話 那個太長了 他說 夭壽 這三個字 你馬上飄到死 問題是 問題是 我是老實 剛剛都買著菜 我創小石說 如果這個上面寫 他叫他夭壽 不是太老實 我這個講太老人的歌曲 所以我叫你用正統講 好 所以你知道嗎 當他騎著那一口 夭壽 他就跟我講 你知道嗎 當婆婆在罵你的時候 是劈啪的 那一隻出來 然後那三個字 夭壽 你爸爸都四百到五百 把他兩樣撞了掉之後 他就發現當婆婆講話 開始變得結巴 其實我也知道 你跟老人生人家 已經算不錯了 其實你們也是問題 我拿出來我找你們 哈哈 來有沒有 會收到有人傳簡訊給你罵你 來傳來給你罵你 有沒有罵 你罵七百條 然後你試試不要點開 是不是可以看到前面幾句話 然後今天不要點開 因為點開會 因為你獨 哈哈哈哈 因為他那個手機 合起來是要雙小混血 要死 要死 為什麼 他遇到很多事情 會這麼的小提 大作這麼的在意 肯定是 過去是他會 他一定有過一些 我們所不知道的三道經典 他才會認真事情 這麼在意 這麼小提大作 為什麼 最後幫他祈禱一下 齁 祈求慈悲大的祝福 然後上帝 請你用慈悲的愛 把他療癒 因為過去是他當主席 他身份當成績過的 傷痛幾年 然後你哥哥半個小時 你哥哥大概半個小時 你幫他打開 他本來不是 他那八條 結果發現剩下 八條 他傳送貼固 你把他點開 前面八條 全部收回 最後一條 配你嗎 哈哈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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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講 對或是好 好可憐 然後問你要不要 當你要用這三床 在對付你後面的人的時候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不就在幫他化解 威力嗎 是吧 所以你知道媽媽 他如果以前 罵他賣一二十分鐘 後來自從要求我 下次罵他的機率變強 而且罵他的長力變強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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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高端的東西 所以當你常常把這三床 用自己身上 叫做自己十倍 常常把這三床 用在別人身上 叫對別人十倍 然後你也發現喔 你的財務能量 也會越來越好 來各家處理 理性接納是不是四百 十倍還是四十五百 我跟你們說 錢啊 現金啊 現金的頻率是四百多 我記得 三年多前有一個家人 他婆婆告他 所以他決定告他婆婆 那時候他在三百多萬 他老公贏得了官司 然後把小孩子的探視權 全部都給他 後來他還找我祝福到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生命上一陣道 跟你講太多 我就把十道七講一講之後 跟他講 如果你真的想要改變 很簡單 你好好地把這三句話 用在自己身上 當你每次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你覺得很難過 覺得很痛苦的受傷的時候 你不要再去責備自己 你單純一個明白 為什麼我現在會覺得很難過 如果有動物會受傷 肯定是過去式的 我或主下生命官 一定有過一些 或許我不知道 三種經驗 那就要對自己自悲 不要再責備自己 然後當你身邊有一些 其實你覺得他很糟糕的時候 到時候你在做事業 顧客都一樣 當然後面的時候 你不要批評他 不是一個沒有成功特質的人 你也不要批評他業障很深 你起個念頭 為什麼這個人是好 總是成功負面 想必是過去式發光 他主下生命官 一定有過曾經努力 你現在就失望失敗的痛苦 然後我跟你講 當你有這個女班的時候 你平均常常在十百多 你就開始擴展你的財務能量 你知道嗎 一年半的時間 還清了上百萬的一戰 永遠超過五千萬的限制之產 沒有為什麼 錢的平均就是十百多 所以以後好好用這三句話 好 那在自己身上 不要被別人身上 不要被別人支配 然後跟你講 這不就是智慧嗎 來自怎麼寫 在太陽之下 是可以看到很清楚 你很清楚 每個不合理行為的背後 都一定有著 我們所不知道的傷痛經驗 因為不合理行為的背後 一定有過於 難體會和想像的傷痛經驗 而這個東西 就是理性皆難 當你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是會有一點捨不得的感覺 那個叫做 慈悲人愛 那個叫做 四百多五百多天 這樣了解嗎 了解了齁 所以 智是一種明白 當你有這個明白的時候 你是平常在四百多年 那是不是可以把一些 不能量給中和掉 是不是就產生一種作用 那個作用 是不是叫做慧 慧是不是一個造法 可以把你的實境難進 所以他可以把你 一類資料 庫裡的一個東西 把它處理掉 OK嗎 而不是 一昧的 只是單純的 要用一些正向的能量 要在國地裡 記憶庫裡曾經有過的東西 好來 接下來我們來參看看 這個影片有多少話 來 我之前我想要 我想要 我想要能夠用 我跟幫人機關心 我希望能夠賺更多的錢 讓我家人能夠跟幫人生活 我知道我之所以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擁有 就是因為我這個人 思考太不變 講話太直接 OK 我下定學習 我要改變 各位家人 你知不知道你為什麼現在 過不這樣的生活 因為你不覺得你受夠了嗎 改變要不要下去 要 如果你跟我一樣 下去繼續改變的話 一起把手續下來 好不好 我們進來 YES 來 這個比例多少 一百多十五 你覺得會變嗎 會變嗎 小朋友發現 沒有韓人多吃的那個味道 那我希望比較好 好 絕對是正能量 對面上一家飯 但是有個條件 就是你可以 你必須要把你內在那個部門量注意掉 要不然你的海 事實上對的是扣分 我跟你講 明白的這項思考 一定是這樣的 不明白的這項思考 肯定是扣分 事實上你在否定過去生年 跟你祖先在身上 成績有過的同一 這個邏輯OK嗎 OK 然後 所以要不要改變 要 要 OK 來改變四種結 不是要學運的功 好不好 OK 所以你當一把改變大力學運的功夫 事實上你的平地是上不來的 那還刺激狠實 我們也帶過了很多人 不是嗎 哪個月一段 我們也帶過很多人 你有沒有發現 哪有 一些夥伴 事實上很負面 做不起來 然後 在我面前下定解決 成績何時也做起來 真的 除非你能夠把DNA資料 或你那個造成他做不起來 都把它處理掉 要不然我跟你講 他真的做不起來 這是事實 OK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很多東西 如果你一直明白 你就不知道知道怎麼做 來接下來 我們最後要問大家 如何提高緩度來思考 最後要告訴大家 你要怎麼運用 我現在講的東西 在你的生活當中 幫你 陸陸續續 把你DNA資料 互動力提出一定要 好嗎 這個東西不只對你的生命 有很大的幫助 對你全家的生命 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如何提高緩度來思考 我們才能夠改變我們的生命結構 來 佛法告訴我們這個世界 是我們的心的思想 現在量子力學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世界 是我們的意識所顯化出來的虛擬世界 來 理事者 教授告訴我們的靈魂意識 視線了我們的世界 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世界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 好不好 OK 我們來看看這個世界 怎麼被創造出來的 來 來 其實我14歲之後雙面 我15歲就會看公主 我17歲之後有個外號 叫張老師 我今年52歲 我一對一部副導的副導 三十幾年來 三四幾年來 我一對一部副導的副導 超過一萬多人 那為什麼我副導副導這麼多 因為我幫人家 比如說雙面看 副導都不收費 所以很多人會來找 那我副導副導這麼多年 其實在我每次做副導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一件事 思考什麼樣的事 到底什麼樣的觀念道理 事實上它只是一種自我催眠 還會解釋你 到底怎麼樣的明白 能狀況一個人 生命類真的得到改變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所以我從小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明白 來各位講 我從小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明白 我從小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明白 佛家說內靶界等外靶界 我們外在的世界 是我們意識的世界那種 沒錯吧 現在的量子裡也學會告訴我們 現在量子不會學會告訴我們 我們的世界是我們的意識 所形化出來的虛擬世界 所以各位講我從小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明白 不管你做什麼學習 做什麼修行都一樣 如果你的覺醒修行 沒有真真實實 讓你務職業的家庭事業 婚姻財務業越好 那就代表一件事 基礎你所學的東西 肯定只是觀念 一定沒有處理到你的意識源頭 有道理嗎 有 所以有錢想著跟你規要念本書 你知道嗎 那個坐子在前面講的一段話 我覺得那一段話超有道理 你記不記得坐子在前面講什麼話 坐子在前面跟你講一件事 如果你現在沒有過著你想過的生活 如果你銀行沒有三千萬五千萬 你就承認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問題 所以你有問題 而且大家聽說 你銀行故事給我看我製造你的問題 因為銀行故事的數字就是意識事件出來 對嗎 對吧 所以我以前在做不到的時候 雖然都不收費 但是我不想浪費他的時間 我也不想浪費我的時間 所以我一直在在思考一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樣的明白 才能夠讓一個人的神明 可以自當得的改變 所以因為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整理 所以才整理出一些簡單的方法 真的可以把一個人的神明可以得到變化 所以接下來 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站在更高的維度 更高的高位來看待世界 沒有錯 他真的可以幫助你 看到每個神明 每個世界 為我們帶來的更多的利益和價值 但是我們今天 不是要跟大家談高度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維度 那我們在更高的維度來思考 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因果關係 好不好 來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世界 怎麼被實現出來 好不好 來接下來注意聽喔 1993年 蘇維蘭克一家他做了一個實驗 他特製一個玻璃容器 把它抽成空 來理論上抽成空 裡面是不是應該通魔衣物對吧 對 後來柯一家很好奇 這個桶子裡面不知道想什麼樣子 於是乎 柯一家搬了一台棺材 來觀察這個桶子 結果他發現 這個桶子裡面 一顆一顆黃黃的東西 然後沒有任何規則的觀念 沒有任何規則的排列 而後來柯一家 把這一顆一顆黃黃的東西 取了一個名叫做光子 而光子是什麼 光子就是構成 宇宙萬物所有一切的追擊處理元素 所以各位這樣 各位這樣 你現在目前所看到的世界 你現在目前所在經驗的世界 不管你看了已經看不見了 全部都是由光子走排列出來 就很像喔 就很像今天假設有一台電視機 這台電視機 不管在演愛情片戰爭片都一樣 這個節目都是由電視螢幕來 電視螢幕有沒有解析度 有沒有一小盒一小盒 不管他在演什麼片子 都是由那個一小盒一小盒 走排列出來 只是那是二弟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 三弟的利益世界 OK 那後來柯一家做了一件事 做了什麼事 後來可以想把一個人的DNA 擺到這個桶子裡面 來 各位這樣 我們DNA是紀錄的累積 也是以來所有的生命經驗 包括我們祖先所有的生命經驗 然後我們出生的時候 是有個八字 這個八字是把一些資料 公正出來的 所以公正出來這個資料 就會形成我們DNA的顯性的意識能量 所以後來柯一家發現 當他把DNA打到這個桶子裡面的時候 他發現什麼 他發現這些光子 開始呈現有規則的排列 所以各位先生 我告訴你一個事情 我們都講因果因果 因果是真理好不好 但是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你欠了 有一點愛含了 這個不是真理 這不是真理 然後我告訴你 真理是什麼 一 就是我們DNA的資料 火 就是光子的排列是什麼 這個才是真正的一國外型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站在比較高的圍度思考 是怎麼一回事 好了 這種感覺 來看這張圖 這張感覺有沒有很像 比如說 它本來是不是 光子直接不會絕的排列 後來DNA擺進來的時候 光子出來之前也會整個排列 來這種感覺有沒有很像電視機 比如說電視螢幕 電視螢幕當DVD還沒有壓play之前 信號還沒有進來之前 來電視螢幕是整片都是藍的 當DVD壓play信號進來的時候 來電視螢幕一小盒 新搞的時候會重新排列組合 組合成跟光碟片有關的這個資料的劇情 只是它是做低的 我們這是上帝的利益世界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事 假設有一個人上輩子做得很善良 又腳扯性 又有能力又有力 但是咧 他雖然上輩子是這麼好的 但他不管做什麼 總不長半小時 然後上輩子被騙 結果人生過了很奇才 假設一個人上輩子這樣的生命經驗 假設他活到八十歲死掉 我問你 他這個生命經驗會進到DNA的資料戶 這個資料戶 這個資料如果被控制出來 這個資料會不會改變公式 你顯化住他這輩子 做得很善良 對比人又好 又長誠信 然後又很努力 也很懂能力 但是他不管做什麼 總是常常蠻小的 常被騙 結果人生過了其他 我們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 說不定我們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對吧 我們看到身邊有這麼善良的人 結果這麼機嫌的下場 我們會不會常常跟老天爺抱怨 為什麼你都不保佑這麼好的人 來 各位教我告訴你一件事 老天爺不管這種事好不好 來 我們的人生是個光子的排列組合 光子為什麼排列組合 他很善良 很慈悲 很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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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資料不這樣寫 有沒有 因為他DNA資料不這樣寫 那光子怎麼排列組合說 他常伴小語 然後又被騙 是他DNA資料不這樣寫 對吧 那我們的人生就是光子的排列組合 光子的排列組合 光子的排列什麼樣子 不是老天爺決定的 光子的排列什麼樣子 是你DNA資料不決定的 對吧 然後我們再來看喔 假設有一個人 上帝之類 又自私 又不講誠信 什麼倫理道德都沒有 又沒有能力 然後又來 但是後面又來做 然後又為人的相處 人生幸福快樂 假設他活到八十歲 就是死掉 來這個生命機 又不記得來DNA資料不 這個資料不被公正出來 這個資料不被改變光子 還可以顯化出他這個人 這輩子 又自私 什麼倫理道德都沒有 倫理道德都沒有 然後又沒有能力 然後又來 但是後面之後 我們去告後 又有個人相處 人生幸福快樂 我們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喔 當我們看這樣的人 你的想法是什麼 新年會覺得很敢 馬的那種難的 來各位這樣 不要幹好不好 來 王子為什麼排隊 除了出差這樣的人 會有這樣的狀態 就是因為DNA資料不講解 好了 我們再來看喔 假設有一個人上輩子 欺騙別人的傷害別人 我問你 一個人欺騙別人的傷害別人 他內災會不會恐懼害怕被報復 會 他會不會覺得他也很害怕被欺騙傷害 他會不會覺得他這種行為 找我們會有報應 會啦 假設一個人上輩子 做了十件欺騙別人 傷害別人的事 假設他上輩子做了十件 年輕人的傷害別人 雖然他內災的人 每次都有恐懼害怕被報復 然後我會覺得他會有報應 但是咧 他看了時間七倍別人傷害別人 但是他上輩子 回到八十歲時間都沒有報復 那我問你 這個恐懼害怕被報復 會報復這個資料 會不會進到他DNA資料裡面 那這個資料被公正出來 這個資料會不會改變公正 排列性化 這輩子被欺騙被傷害被報復 來各位這樣 這叫因果關係好不好 來 因果是一個中性的物理原理 因果就是你DNA資料 裡面的恐懼害怕被欺騙被傷害被報復 所以他會改變公正的排列性化 或就是別人欺騙他傷害他 來這個叫做真理 那什麼叫說法 說法就是跟自己人聽到 所以自己人聽到 所以各位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說法裡面 含有所謂的公平 含有所謂的價值觀的道理 當你在探索成立的時候 盡量不要有那麼多的說法 盡量回到單純的真理 好不好 OK 在迷行科學裡面 有沒有人聽說 如果我的欺騙你傷害 你那是你所創造的 來怎麼說 原因很簡單 為什麼你的劇情 光只會排列數得出別人欺騙你傷害你 肯定是你DNA資料庫裡面 一定恐懼害怕被欺騙被傷害 所以這個恐懼害怕被欺騙被傷害 這個資料庫 就會改變公正的排列性化別人欺騙你傷害你 所以各位這樣 如果我們欺騙你傷害你 其實你要做的不是去責備對方 也不是責備自己本 你要我明白的是 肯定是過去是有共和主 現在是因為你有過一些 我所不知道我明知 所或上通的經驗 所以留下的資料在我的DNA 而這個DNA才會改變公正 來顯化別人來傷害我的劇情 不是嗎 這才有科學根據 你責備自己有科學根據嗎 你責備別人有科學根據嗎 但你沒有 我們來看 假設一個人上輩子 曾經因為對生命不夠理解 不夠明白 而無名的不懈真正批判 他所不認同的行為 這些不懈真正批判的意思 會記錄在DNA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 如果被構正出來 這個資料就會改變公正的 還在顯化 他這輩子生命當中出現 他上輩子所不懈真正批判的人 來我們是不是常有一個概念 叫做以身作者 我們是不是常有一個概念 叫做上行下下 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子孝順你 很簡單 你好好的孝順你的父母親 你的小孩子看在眼裡 他自然然就會孝順你 都會向好告訴你 我不知道不但超過一萬多個 真的 會生出那種非常不孝順的小孩子 那些父母親 自己本身都會孝順你 然後跟你們說 一個人這輩子很孝順 他已經輪迴轉世好幾輩子都很孝順 那是細胞基因的傳承 就是因為他上輩子自己也很孝順 他認為孝順是理所單 就是因為他上輩子 神經對那種非常不孝順的小孩子 有著憎恨和批判 這個憎恨批判的意思 就是他今天資料庫 這個資料被公正出來 就改變公正的法律 顯化他這輩子生出 對他非常做好的小孩 這個邏輯OK嗎 然後我們都知道誠信這麼重要 如果你希望別人對講誠信 你要不要對別人講誠信 然後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補導這麼多歌啊 那些會被背叛的人 通常是對別人非常講誠信的人 而且他覺得誠信是最重要的 就是因為他覺得誠信很重要 他上輩子也覺得誠信很重要 就是因為他上輩子誠信 對那種不懂的感言 甚至會背叛別人 有過不懈憎恨的批判 所以這個意思就會改變公正 他這輩子他變憲恨 別人不當歸感 甚至於在變憲恨 說明以前 對路會轉世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然後我幾個理想吧 譬如說我這一輩子 我一天到晚請求他 然後如果女生他的朋友 你會怎麼跟他說 就是因為他上輩子欺貨 所以他要黃老 對吧 來在美國曾經集合 一百多個通靈的人 看一萬多主人的三星英國官司 他告訴我們什麼叫真理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這輩子 一天到晚欺負他 為什麼光是排列組合出 我一天到晚欺負他 就是我DNA資料 不選擇我會欺負他 那我DNA資料 為什麼選擇我會欺負他 其實我跟你講 我上輩子常欺負他了 所以這輩子看到他就很想要扁他 好像沒有扁他 不知道對不起怎樣 因為細刀記憶的傳承 所以他上輩子常常被我扁 所以這輩子常被我扁 然後就覺得很可憐 所以這輩子繼續我繼續扁他 其實我們叫輪迴你知道嗎 輪迴就是相同的事情 不斷從不發生這樣的輪迴 所以當你常常用一些概念 然後去看待這些事情 我跟你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你當時有個理解就明白 為什麼光是會排列組 你生命有遇到這樣的情境 就是你資料不這樣寫 因為科學告訴你 我們的生命情緒就是光澤的排列組 光澤的排列組 就是DNA資料不這樣寫 如果你不改變DNA資料不這樣寫 你總是用一些概念來看待你的人生 我跟你講事情有比較問題 我常常遇到一些人 然後咧 他被你來背叛 我就跟他講說我來幫你補個掛 看看是不是你上輩子 自己對我們背叛比你 有夠不屑的憎恨 他說不用補啦 我這輩子是最討厭的 我說那就對了 來 我們是不是有很多的夥伴 有沒有很多夥伴 明明很缺錢 不努力賺錢 如果你找到夥伴 都是那些明明很缺錢 不努力賺錢的 你八成在上輩子肯定的那種 明明很缺錢 不比賺錢的人 一定有過不屑 所以你這輩子找的夥伴 都一定是這個樣子 除非你把他的資料都改變 要不然你會發現找的事情 都找不到一個對決 不要直接要虛我 那什麼 怎麼會是 OK 好啦 所以我待會跟大家 你要講 你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好不好 然後我跟你說 如果你一天大人跑道都是不對的 麻煩你做一件事 就可以改善你 晚上睡覺以前 雙手喝水 那為什麼 光子總是排列主而出 我每次找的人 都是明明很缺錢 而故你賺錢 肯定是過去式的 對那種明明很缺錢 而故你賺錢的 一定有夠不屑跟批判 你也可以祈求慈悲 如果不是要上帝 幫你過去式還在批判別人的自己 把他開開自問 我跟你講一個人就變了 這我待會這樣 大家簡單教大家 然後再來看 假設有一個人 來假設有一個人 上帝子 平安常只看他的缺點 大概有一個人 一天到晚找他 而且人常會餵他 然後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一個人為什麼會 光是會排列主 說平安常只看他的缺點 大概有一點常會餵他 是不是他的DNA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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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行 對吧 然後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假設一個人 上帝子面對這樣的生命警戒的時候 他總是告訴自己 哎 那賣萬坦 其實我們來批判 是為什麼 因為來批判我們的人 那就是 哎呀那後我們才會給我們特別的 其實我們真的要感情 來批判我們的 一些那些人 都是上帝子被撥出來 來幫助我們的生命 成就的善知識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在幹嘛 沒有發現我們在幹嘛 我們實在用一個很棒的想法 要來指示光整的排列主委 有出必到 讓光是排列主委出這個狀態 沒有吧 或是你總是告訴自己 啊 他就是我常常常的 過片 所以這是什麼 你是不是要用一個想法 要來指示光整的排列主委 有處理到 DNA資料部裡面的東西嗎 有嗎 沒有 來各位家 你注意聽一下這裡 我現在不是告訴你 我現在絕對不是告訴你 你不可以用這樣的概念 來看待你的人生 因為畢竟這樣看 是不是心情會稍微好一點 我只是要告訴你 你這樣看是解決不了問題 不要忘了處理一下這個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不處理這個 你總是常用這樣的概念來看待你的人生 我跟妳講 我到八十歲時代 這個資料也在 你這輩子就繼續經驗在你的狀態 我跟妳講 我去年喔 去年我在全台灣上課 有超過七個有素式成功的人 他後來下完課的時候來跟我讀懂 他說這樣不是你知道嗎 其實覺得大部分人在你相同的劇情 不知道你們多少輩子 其實他們過去都常用這些概念 然後去忽略它 從來不知道原來有一些東西需要出來 所以就因此也有相同劇情 OK 來各位這樣我們過來看 我們從出生到現在的每個十二世 都是光鼠的排列組 光鼠會排什麼樣子 是不是他DNA資料互相寫 佛法有一個說法 就是罪性本空 我們要換罪性 來注意聽這裡齁 注意聽這裡齁 如果你有比較高維度的鑒定 如果你有比較高維度的認知 如果你能夠看到真正的因果關係的話 來2加因果什麼是因 因是DNA資料互 我是不是光澤的排列組合 來各位這樣 這個世界的因果 因就是DNA資料互 我就是光澤的排列組合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今天講 正你五年前曾經做了什麼事情 傷害了別人 如果你站在一個比較高的維度 來看正你 你的想法會是什麼 你的想法會是 為什麼光澤會排列 為什麼我們年前 光澤會排列組合出 我去做的一件傷害別人的事 是五年前的DNA資料互相寫 所以想必是過去世界的我 或是所有的祖先 人家身邊過程當中 一定有過一些 或是不照我民主桌 傷痛的經驗 所以他們留下了資料 這個資料在五年前 改變光澤的排列 顯化了我做了一件傷害別人的事 所以當我們站在比較高的維度 我們是不是看到這個東西 當我們看到這個東西你想做什麼 沒有發現 你只想幫幫那些資料 目作頻率的調整 而不是燦和 如果你是做燦和的話 你在為這個中心的方式 排列組的 顧慮它一個定義 顧慮它一個意識 你會發現這個人 會繼續傷害別人 你會發現有一些人做錯事 然後被人家看見 跪下痛哭流涕 我絕對不會再做 如果再做的話 除此被這狀況 在那裡不得老實 當一個人跪下燦和的時候 就等著看他繼續完成 所以 各位家 如果十年前 有什麼人做了什麼事情 傷害你 其實我們要做的 不是原諒 當你站在一個比較高的維度 你會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光子會排列組合出 為什麼十年前 之前光子會排列組合出 別人做了一件事情 傷害了 那就是我DNA資料 不這樣寫 所以想必是過去 日永或主機 他生命過 那地永不會洗 或手部長後面 使用上方經驗 所以讓你留下的資料 讓這個資料 在十年前 改變光子和排列 寫話別人3.5個去寫 如果你的落反是去原諒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又在用這個 重心的光子和排列組合 不理他一個定義 我跟你講 你以後得繼續 這樣有一點嗎 這樣有一點嗎 OK好來 其實我跟你說 其實我們以前 是不是常常有一些心理學的概念 心理學的概念 是不是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的狀態 跟我們原生家庭有關 來有沒有聽過原生家庭的概念 原家庭的概念 來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一個三歲 有一個很忙的父母 然後他被丟在所有家 然後他內在有被遺棄了 有被遺棄的感覺 來有沒有聽說過 我們內在有個受傷的小孩 有聽過嗎 有 我們要不要有幫內在受傷的小孩 要不要跟內在受傷的小孩 和解 玩過這種遊戲的可不可以請下手 OK 不要說你只要講霸心 然後跟大家來講一件事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來 最近的樣子 一個三歲的小孩子 為什麼會有我們的父母 然後你 為什麼光子會排列所得出 他有一個很忙的父母 是嗎 DNA資料部降學 來 光子會反而是怎麼樣 是DNA資料部決定的 光子為什麼排列所得出 他有一個很忙的父母 是嗎 DNA資料部降學 那光子為什麼排列所得出 他被丟在所有家 是因為他父母親很忙嗎 當然不是啊 光子的排列所得出 他被丟在所有家 就在DNA資料部降學 不是嗎 然後他內在有被遺棄的感覺 把那個感覺是光子的排列所 為什麼他內在有被遺棄的感覺 是因為他被丟在所有家造成的嗎 當然不是啊 光子會排列所得他被遺棄的感覺 在DNA資料部降學 不是嗎 所以我問你喔 父母很忙就一定會被丟在所有家嗎 當然不會啊 很多父母親 你剛好壞眼眼把他丟在所有家 不是嗎 來 問大家一件事好不好 問大家一件事 問大家一件事喔 100個3歲的小孩子 父母親都很忙 都被丟在所有家 你覺得有多少小孩子 內在有被遺棄的感覺 我跟你講 絕對不會超過20個啦 我告訴你 絕對超過50個 開心 終於沒有人用 誰做內在有被遺棄的感覺 所以內在有被遺棄的感覺 是因為父母親把他丟在所有家造成的嗎 當然不是喔 我跟你們說 當你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內在有被遺棄的感覺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我父母親很忙 然後把他丟在所有家 所以造成了這種感覺 你知道你在幹嘛嗎 你在莫名其妙為這個重心的光子 白日故意 哪個定義故意 哪個理事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就沒有沒有 其實心理學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東西 真的 來有沒有人接觸過賽事 有沒有聽過徐天聖醫師演講 來有聽過徐天聖醫師演講 在YouTube上面給我一句笑笑 不少齁 來聽過徐天聖醫師演講 我想你們應該有印象 他常常在說齁 這個佛羅伊德是一個有病的變態 然後講出一道有病的理論 就是你現在會有這個狀態 是因為你小時候發生什麼事 所以現在你全部都歐病 來你去看精神科醫師 又有一陣造陰恨 精神科醫師怎麼做 是不是帶著你去做鬼秀 告訴你今天會有這個狀態 是一個小時候發生什麼事 多的人是小時候發生什麼事 你不要找到還沒有歐醫師啊 不是嗎 所以今天我們要改變一個人生命結構 不是莫名其妙為之不相關的東西 不理他給定義 而是要給理解 來接下來注意聽這張圖 這張圖非常重要 這張圖講完之後 我就要教大家 你怎麼處理事情 常常有人問我 來注意這裡 常常有人問我 蔡老師 我這個人從來沒有想過要害人 其實我真的很善良 我真的做了很多的好事 我真的也蠻有能力 我也很努力 但是為什麼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 為什麼不但賺不到錢 而且還搞到負債 而且還被人家背叛 蔡老師 為什麼我對老公這麼好 為什麼老公要這樣自帶我 我簡常聽到這種話 我每次聽到有人這樣問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因為這個問題 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來這個問題怎麼個奇怪法好不好 我來舉個例子 看這個題目 奇怪不奇怪好不好 我來舉個例子 你聽一下這個題目 奇怪不奇怪好不好 來注意聽喔 大哥 為什麼韓國瑜被罷免那一天 我們家的馬桶就塞住了 我趕緊找那個水片 把我們家的馬桶踩通 那個韓國瑜罷免 他是不是就可以 就可以有得救了 來如果這樣問你 你會有什麼家罷免 你怎麼是在說什麼 韓國瑜被罷免那一天 你們家的馬桶踩住 他如果跟你們家的馬桶踩住 他如果跟你們家的馬桶踩住 這沒關係 那你說你要趕緊找水片 把你們家的桶踩通 希望能夠救韓國瑜罷免 你去搬去工廠 你不覺得他想把夢有奇妙嗎 那我們來思考介紹 注意看這張活 思考這件事 來 一個人很慈悲的善良 為什麼一個很慈悲的善良 來簡單來說 光是為什麼排列組合 主張很慈悲的善良 是不是要資料物獎險 對吧 來光是為什麼排列組合 他很慈悲的善良 就是資料物獎險 不是嗎 來光是為什麼排列組合 他很有能力和努力 就是資料物獎險 他可能過去好幾輩 他主線年紀好幾輩 本來就很有能力和努力 所以這個資料 是不是改變光是 排列形態他很有能力和努力 假設這個人 上輩子很有正義感 對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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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背叛別人的人 有夠不懈憎恨 對那個會陷害別人 有夠不懈憎恨 來這個不懈憎恨的資料物 會不會進來DNA資料物 這個資料物 這個資料物會不會改變光澤的 來顯化 這輩子的人就被叛了 如果這個人 上輩子 曾經對那種有錢人 有過無敏的批判 有過無敏的批准 假設這個人 在他DNA資料物裡面 過去失誤他主線 跟前有關的離地 過一些澎湖的經驗 來這個資料物會改變光澤 把電影 本來他不斷賺不到錢 而且還搞到不在你 所以你跟我說 他努力 跟他賺不到錢 有關係嗎 本來就沒有關係啊 所以你現在跟我說 蔡老師為什麼這麼善良 這麼努力 我也這麼做 三四 我也這麼把編 我也很積極的正面 但是為什麼不斷賺不到錢 而且還搞到不在 而且還被人家背叛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你要為什麼 你正問法 像問我 蔡老師 為什麼還夠了 被罵你那天 你就要把編載出來 有什麼關係 那我問你喔 如果你賺不到錢 你要什麼處理 處理資料物的東西是什麼 跟努力也賺不到錢 各位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有沒有答應 有 成功一定要努力 說實在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當然是你會很努力 但是如果你不把這個東西處理掉 我跟你講 怎麼努力都賺不到錢 OK嗎 OK了齁 所以各位這樣 蔡老師 為什麼這麼對我老公 為什麼老公這樣對他 我問你 你對老公更好 你老公會改變你對他太多嗎 一定不會的 為什麼 你會對你老公很好 是你光是排列組的注意 你對老公很好 光是為什麼排列組的注意 對你老公很好 是你DNA資料不相寫 如果你上輩子 曾經對那種 不懂得感恩的男人 有不不懈 真恩跟批判 我跟你講 那個資料就會改變光整 把你寫話 你老公永遠看不到你 所以人家心情罵 我們用心背叛 對方有一天 總會感受得到 比如說這樣 你怎麼會在說什麼 就像有一個人跟你說 你好好的把你們家的馬桶 保持膨胖 國民黨就能夠 繼續 再擔心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來 給大家一個建議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離開這裡的時候 我們開始學會見識 不要橫向思考 開始垂直思考 來怎麼個垂直思考 當你一段一件事 覺得很難 或覺得很痛苦 覺得很受傷 你有一個明白 為什麼光是排列組的 說我難過很受傷 要不要去資料跟張家 對嗎 對吧 所以至少就這樣 為什麼遇到這次 我覺得能夠覺得很痛 不覺得很受傷 但是是要不加行 為什麼 聽企業總經的老師 在說 我們是沒了家 那好棒喔 我們一定可以在這裡成功 你站在下 我真的會成功 當有個部門要上來的時候 你馬上有個理解 為什麼某天 執行老師在分享 我也知道沒了家很好 但是為什麼 我現在卻有悶悶的感覺 沒有為什麼 而是只有不張寫 不是嗎 你生命的每一個 當下光子排列組 就是這樣張寫 你知道心裡面起的念頭嗎 為什麼明明知道 每一家非常好 但是為什麼 我相信每一家 有這麼沉重的感受 而是只有不張寫 所以肯定是過去是的 我祖先的功能 一定有過一些 我所不知道的文明子 有過上空的經驗 其實光是這個明白 就開始在釋放你身上的問題 所以什麼叫隨時好 就是當你遇到一件事情 有點難過 覺得有點痛不覺得有點受傷 你一個明白 為什麼遇到這樣的事 為什麼遇到這種 這麼昏迷的感覺 所以我們只要去量一想 這叫隨時好 肯定是過去是的 我或者是現在生命過程當中 一定有過一些 我所不知道 我們走過上空的幾年 當你開始習慣垂直思考 你會發現你生命 就開始產生結構性的狀態 這樣那句話 所以為什麼 別人會這樣站在你 為什麼別人會這樣站在你 而且主要很像 這樣OK嗎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正在更高的圍路 看待這個世界 你看到的真理是什麼 一 就是DNS資料庫 我就是光整排隊主 如果我們知道如何 把DNS資料庫做調整 我跟你說 其實你才有辦法 把你身上的功能 來給處理掉 所以你要如何去操作這個東西 經濟的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智慧 理性介教是400 此類看是500 所以當你遇到一件事 很難過 不舒服 很負面 是不是外在的情境 把你資料都公正出來 所以現在是三四十 十五六十的 所以運用這個明白 你就可以把公正出來的資料 可以處理掉 所以介紹兩個東西 好不好 這兩個東西你回去之後 開始運用 你就會發現你生命 可以有很大的變化 來兩個講完之後就出來了 來第一 你把這個記下來 記下來之後 這個用在哪裡 用在自己 用在別人的身上 然後我跟他分享一下這個慈悲祈禱文 來這慈悲祈禱文是要念的 我要暢恨 暢恨的成績 因為不明白為什麼是用者接著 現在我已經知道 所以想必是過去是沒問題 所以在身後哪 第五過去都什麼樣的經驗 然後畫到用心成績跟感受 慈悲到了 婆婆也好 上帝也好 看你宗教信仰是什麼 請留你慈悲祈禱 來疼禱 療癒成績有過的慈悲經驗 其實這個慈悲祈禱 可以讓你平定大高到四百到五百 來怎麼做 怎麼做 今天假設你一天到晚找你的麻煩 你只要起個面筒 我 我要跟你說對不起 你只要雙手頭起個面筒 握前你可以 你只要起個面筒 不過我要跟你說對不起 過去因為我對生命不夠理解 不夠明白 對你有很多的批判 那現在我知道 之所以你總是看不到我的好 你總是只看我的缺點 也不看我的優點 肯定是過去是你 或者是你的祖先 在那個生命過程當中 一定有過一些 我所不知道的痛苦經驗 說不定你對西部很好 但現在很大的家裡的經驗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工序的時候 運用在別人身上 然後最後幫他做一個自卑計劃 你就發現你婆婆對你的態度就改善了 所以今天假設你有個夥伴 那個夥伴 那個夥伴 命很缺錢 如果你願意在家裡雙手核心 阿花 我跟妳說對不起 過去因為我對生命不夠理解 不夠明白 所以對你要多的批判 覺得你這種人 命很缺解 我問你賺錢 真是Q感 驗障神 那我跟你說對不起 過去對生命不夠理解 不夠明白 所以對你這樣子的批判 那現在我知道 之所以 你明明很確實有目的專程 想必是過去的事 你問你祖先在生命當中 第一有過很多真意獨立 他最失望事態的同行 所以再起一個念頭 祈求四倍 大概上地也好 諸佛不上也好 請用四倍的愛 來幫助他留一個過去的事態 讓祖先在生命當中 澄清了過的傷痛幾年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效 可以幫你處理過去跟現在 你自己跟別人不滿意的狀態 所以當你把這個公式 開始運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可以解決你生命當中 不少的問題 包括你自己思考的 就是比較負面 你也應該知道要努力 他其實拿不出你一個能量 拿不出你一個規定 你只要起個念頭 為什麼我也一面知道 別人重要 為什麼就沒有辦法把這個技術 所以如果你願意雙手合使 想必是過去式的 我或許我祖先 在生命當中 一定有過很多層 鼓勵在最失望失敗的痛苦經驗 你可以在戲裡面 祈求四倍 祈求五殺經驗的四倍愛 來幫我過去式的 我或許祖先 聊一他們的生命當中 有三痛 當你這個念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那個資料就開始改善 那個資料改善之後 你就發現了 你的生命能量已經開始改變 然後第二個 就是在生命當中 一個方向 從今天開始 開始在世界裡面 大家開始試著習慣 隨之時刻 來什麼 你再隨之時刻 就是你在任何時候 當你有一種很負面的感覺的時候 你只要有一個明白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負面的感覺 你再把這個程式跑一次 你就會發現很不一樣 真的 OK嗎 OK了齁 所以就像我們說的 當我們看到很多很積極很正面很正能量的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內在有一個負面的能量 甚至你內在有一個不相信 你只要用這樣的概念去看看它 那個能量你就可以被得到勢吧 可以嗎 可以了齁 那非常開心齁 非常開心 今天主辦單位 給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來簡單分享這個對生命的理解和明白 我也希望這個理解和明白 好好的 用這三句話在自己身上 用這三句話在自己身上 用這三句話在別人身上 他就要對自己十杯 叫別人對別人十杯 你就會發現 就可以非常快速的 開始改變你的生命結構 這樣好不好 好 好來 謝謝大家